赛德克族的传统服饰 来自其珍贵独特的织布文化 年轻女子以物资或劳力向长辈请教 从筑马扫斯到编织成衣 除了记忆的传承 更象征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文化精神 然而在日治时期到民国的社会动荡与快速变迁中 这项文化却慢慢失传了 在部落现在能教这个织布只有我跟西美老师了 因为在我从小的时候 其实我就没看过我们部落的老人 还是我的家族的老人在织布 他们以前阿嬷在织布的时候 可能就是那些衣服就是要做给小孩子穿的 或者是说要拿出去换东西的 可是到妈妈那个年代 可能就是因为时代改变 他们不得不要出去赚钱养家 所以他们就断掉这个就是传统的文化这样 为了找回失落的织布记忆 台大圆明中心陆续举办各式策展与交流活动 并与中原部落合作 进行填调并挹注馆藏资源 协助传议师展开织布再制计划 并进一步希望将织布基因带回部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 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下 那我们想说有一个UASR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在部落进行所谓织品的再制 就是将我们博物馆的织品带到部落 让部落可以进行再制 而且在这再制的过程中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 然后各种文化跟社会脉络的重新连接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再继续把这个 制布延传下去的话 我们的文化好像就没有了 蛮谢谢UASR计划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做重制 我们的祖先也保佑我们说 可以把这个衣服呈现在给大家的眼前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在部落里面 从事文化工作 对 但是我的文化性质是照顾老人的 所以其实可以想要借由这个直布去唤起 他们那一辈的老人 就是直布的文化 他们觉得有年轻人愿意去学这个传统文化 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其实也蛮后悔说 这个文化断掉了 我目前是在做代课老师 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有在教学就是文化课部分 然后在这里我就有教小朋友 就是有关于赛德克组的直布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可以把直布文化就是传承给 同是赛德克但是不同部落的小朋友们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部落的整个能量如何终于被唤起 就是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资源进入 可是部落他们自己有能力主动的去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台大在这过程中在文化的脉络 还有在一些资品再制的过程中给予的协助 台大扮演传承引线的角色 让部落自主展开文化传承与交流的行动 促进地方创生发展 让这股力量在部落中成长茁壮 与在地交织出文化的彩色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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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